把它整理出來 反正你就照我這個步驟做 絕對不會有問題 然後申請的網址 如果你找不到那個網址 你也可以找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我是把它做個精簡 你就把它貼上其實也可以 這個網址也是申請的網址 這個是正確的 你只要看到是V1就可以 那目前網路上所提供的訊息裡面都是錯誤的 所以如果你用Google搜尋出來 目前是沒有正確的 目前正確的只有我這個部落格文 才是正確的 特別注意 如果你去找找看 如果你有找到正確的話 那應該是它後來有更新的 OK 那再來的話 將什麼產生的API金鑰 貼到XML檔裡面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第一個 請各位再新建一個什麼 一個新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名稱的話 比如說我給它叫做Google Map 比如說我今天要利用Google Map來做 我就做一個Google Map的一個Sample 那名稱的話 叫Google Map 那我這邊已經有一個了 Google Map 1好了 OK 那我底線2好了 你就取名字叫Google Map 1好了 那因為我有一個 我就取 底線2 那底下的版本特別注意 一定要記得更改 更改為什麼呢 這邊呢 Build SDK 一定要用 Google API 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很容易犯錯 一定要用 Google API 因為你要使用 Google 地圖 一定要用 API 的版本 第二個的話呢 最低的版本 請你把它改成10 就是上面是有 API 下面是沒有 API 就是最低的限制的版本 這兩個一定要改 按一個下一步 好 特別注意啊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這邊也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 這邊也再下一步 OK 那這裡 只有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完成之後呢 同樣的流程 也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前面講過就是第一個 要先設計那個畫面 然後